张博之手谈离婚后的情感思路 分享自身的经历以及心得 网友听后发现 张博之这是真不再考虑前夫谢霆锋了 张博之真是当代女性的楷模 离婚后很节俭 她不再乱买名牌 穿几十港元的鞋子也无所谓 到菜市场买颗菜也千方百计让别人送葱蒜 从高高在上的女明星 变成游走在菜市场 家庭里的家庭主妇 这样一个蜕变让人心酸 难道是谢霆锋的离开让张博之自甘堕落了吗 其实不然 谢霆锋虽然跟张博之离婚了 但是他并不希望博之带着孩子过得这么辛苦 谢霆锋以每年80万的标准给张博之母子生活费 按理说有这么个经济条件 张博之母子不至于过得这么拮据 可这却是张博之自找的 张博之在采访上表明 谢霆锋给的抚养费他分文未动 一直都存在银行 既然谢霆锋都给钱了 为什么张博之不用呢 难道是张博之跟谢霆锋关系僵硬 连钱都不愿意用他的 其实不然 这笔钱是博之计划要留给孩子将来成长所需要的资金 要么说张博之有理财头脑 早早的就为孩子计划好了启动资金 毕竟生活上需要的钱财 确实不需要8000万这么大的数字 而张博之跟谢霆锋的关系 本身就没有水火不容过 谢霆锋对博之生活费的安排也没有意义 他很感激张博之 一路以来带着两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 谢霆锋绝对信任 即非常放心两个孩子跟着博之一起生活 认可博之把两个男孩子的性格都带得很好 自己虽然不是家里一份子了 但是有两个小男孩陪伴在张博之身边 他可以对生活有更多的乐观情绪 两个儿子长大也可以保护妈妈 他也欣慰 谢霆锋并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他对博之更像是亲情一般的体现 当张博之做客访谈节目那就这么说时 谈及离婚原因张博之也崩溃大哭 他自爆离婚原因是因为自己太任性了 看得出张博之谢霆锋的离婚结局 双方当事人都很无奈 可是已至此 他跟霆锋也不会再有任何改变 虽然做单亲妈妈很辛苦 但他觉得很幸福 张博之有时工作很晚 要凌晨两点三点才回家 即使浑身疲惫也一定会亲孩子们一口才睡觉 亲一口可以抵消掉所有的疲累 在张博之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波折之后 无论是张博之还是他身后的工作人员 都更愿意宣扬他作为母亲的一面 似乎摆在张博之面前的 不再仅仅是玉女掌门人张博之的定位 粉丝也更愿意看到坚强的博之妈妈 这同时也鼓舞了很多人 张博之以歌手身份在出发 他认为只要自己自信起来 就会有其他优秀男人来追求自己 以自身的精力来鼓励其他离异女性 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